这A租你就对着租点下去 直线方程式 -s加y等于3 等于-3 -s加y等于-3 就出现了 于是我们就知道这条直线方程式是 -s加y等于-3 那如果我要找1c方程式呢 那我一样再点一次 它的方程式是-s加y等于4 那同学也都常常会碰到 这直线有斜律啊 我要检查它的斜律怎么检查呢 请看到这边 第8个按钮底下有个计算斜律 我们点一下 这时候只要点个直线 它的斜律是多少 它的斜律这字很小哦 m等于0.25 m等于0.25 那这个点的斜律呢 m等于1 m等于1 它的斜律等于1 然后这斜律等于0.25 所以同学可以透过这样的 操作 熟练 或验证 你对直线方程式的了解 再来 我们也常碰到说 我解联育方程式啊 找图形焦点啊 怎么办 这个两个方程式两条直线的焦点在这里啊 方程式的解在方程组的解在这里啊 那我要怎么去找出来呢 从第2个工具链 选择焦点 然后再去选这两个直线 F出现 所以他们交于8.67跟5.67 这两个 这个点 这个地方 那在它的显示上 当然你可以去要求它的准确度 你可以设定它的准确度 但是一般呢 它是用分数表 用小数点来表 并不是用分数 所以准确度 精确度可能会 没有那么好 不过已经符合我们一般计算上的要求 其他的功能还有 像我们要画垂直线 或点歪点的垂直线 平行线中垂线这些 我们做简单的示范 比如说 我们要画通过B点的 然后对A租这条线的垂直线 我们点一下工具纽 那工具纽就会提示 请点选通过的点 与要垂直的直线 所以就照这样点一下 点一下 新的直线就出来了 新的直线就出来了 那我要验证这两条 我要验证这两条直线呢 我要验证这两条直线有没有垂直 怎么验证呢 我可以透过 角度的测量 我们这里有一个 画角度 你就选 这个直线跟这个直线 它就帮你测量出来了 这一部分是270度 所以表示这两条直线的夹夹 是一个直角 是90度 是一个直角 再来呢 如果过线外的一点做平行线呢 比如说我们要做 A珠 B过B点跟A珠的平行线 那在我们选择以后 我们要点一下 点一下 这条直线就会跟它平行 我们说平行线有什么特征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有什么特征 这条直线是A 这条直线是D 是Z 所以看A直线跟Z直线有什么特征 就是SY的系数都会一样 接下来我们介绍 中垂线 中垂线 它的提示告诉我们 请点选两点 或一线段 那我现在呢 点A跟珠 做A跟珠的中垂线 各位可以看到 新的这条直线 -S-Y给-5 它就是 A跟珠的中垂线 它到A点的距离 A点到直线的距离跟珠点到 这直线的距离都是一样 而且呢这条直线跟A珠呢 所在的直线呢 它有互相垂直 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这是画 多边形 就是画多边形 正多边形这些 的功能 那这个是呢可以画圆 符 扇形 这个是可以画一些圆锥曲线 那当然这边还有对称 那这边还有其他功能 那我们讲一下 其实在微积分里面 可能也可以用得到 不过 这 我们平常计算 所谓的正多边形的面积位 以三角形为例 我现在画一个边长为 两个单位的三角形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件事 边长为2 然后这个高呢 也是2 再来 底边为2 这个高呢也是2 不过呢 这第三个点的位置跟刚刚稍有不差 再来 这个呢 底边长也是2 然后高也是2 但是拉得更远 这个呢可以让同学看到 同样的三角 同样三角形有相同的底边 高也一样 可是形状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测量面积 来让同学很明确的看到说 他们的面积呢 的确是一样 接下来是 多边形面积的测量 我们制作一个多边形 然后要算他的面积啊 我们只要按这个面积的测量按钮 点下去 他就可以告诉我们 跟面积的大型 跟面积的大型 同学记得以色要解创程式呢 我可能慢慢去带入数字 对不对 那这一个 软体呢 他不用带入数字 各位选运算区 你把运算区叫出来 运算区把叫出来 这个可以关掉 你给干扰到大家 做什么 我们刚刚那个题目 我把它输入 s 你要输入平方的话 按一下这个 它有一个平方 平方 平方 加 3s 减4 等于0 好 这是我的Enter 我这个方程式输入 s平方加3s减4等于0 对不对 我们刚刚 在前面那个软体 我不是一直带数字吗 那这个软体 它强大的功能是 你只要压这个 它就告诉你答案 我压压看看 这个要先 然后压 你看它告诉你答案 s等于1 或是s等于-4 那它可以用解极合的方式来表达 这外面有两个大括号 这是解极合的意思 那同学如果真的计算上 你要不要写这个解极合 没有关系 那不受影响 都可以 我们再做个题目 简单一点的 同学可以清算 s加1等于0 来 s能多少 等于1 还是2 还是0 或者是 -1 所以这个的计算功能很强大 它可以帮你做方乘式的计 那 补充一件事 你在打几次方的时候呢 因为它这个只有2次3次 对不对 它这个有2次方3次方 那4次方以上怎么打 不管几次方 你可以先用 shift 按6 会出现一个到V 小小尖尖的 然后你再打6 那这样就是s6次方的意思 我们测试看看 按那个 这就是s6次方的意思 所以如果打s 尖尖的 平方 这个出来叫s平方 这是打次方的技巧 我再提个题目 老师再提个题目 比较难一点 s平方 加s 减 1 等于0 这个方程式难不难 开始到底要多少 0也不行 1也不行 怪怪的 数字用太大太小 好像又错不出来 好这时候就借助他 用这个来帮忙一下 我就按 ks等于 s等于2分之根号5-1 以及2分之 副根号5-1 好复杂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这样的解答 好我们再搞这个题目 我们用这个 这一个 等号是确切的字 这个就是近视值 那这种解呢 是近视值 我们用近视值看看 近视值我压一下 s等于-1.62 s等于0.62 这就是我们比较习惯看到的一个数值 不过你要注意 这是近视值 估计的 这不是近视值 近视值呢 还是得 我把游标停在方程式 还是得压这个 这个才是近视值 好 接下来我们针对啊 因素分解来做介绍 首先我们打开啊 jojo block 然后呢 从 检视里面 选择运算区 再把 绘图区呢 关掉 在运算区里面呢 我们随便先输入一个数字 就从2开始好 然后按第4个钮 分解 我们可以看到2还是2 再来呢我们用3 按这个钮啊 它还是3 再来用4呢 按这个钮下去呢 它变成2的平方 2乘以2 如果用5呢 它还是5 用6呢 就变成2乘以3 这个说明什么呢 如果 这个数字啊 就叫做分解后的 值因数乘积啊 这如果分解出来 还是跟原来一样的 像2 3 5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称呼它为 值数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2 3 5啊 都是值数 那在这边呢 也可以看到 3跟6呢 有共同的值因数 它们有共同的值因数 这是3 也是它们的公因数 我们来看一个数字 123 它可以分解成3跟41的层积 那41 代表它就是值数咯 我们说看 的确它真的是值数 那这样的功能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用来判断 数字啊 到底是不是值数 或者是 可以知道 它的分解后的情形是怎样 因为呢 如果知道它的值因数分解 我们就可以去推算出 它的因数个数 同时呢 也可以从值因数的分解 看出 两个数是不是负值 像5 这边的值因数分解 5这边值因数分解 3 所以不一样 所以不一样 所以5跟3就是负值 那么4跟6呢 值因数分解以后都有2 所以 4跟6 并没有负值 同样的 同样的 123跟6呢 有没有负值呢 没有 它们都有 值因数 3 而123跟4 321 它们就是负值 因为它们的值因数 都不一样 所以从这里呢 这样的一个运算辅助 我们可以去了解 一个数是不是 值数 还有两个数之间 有没有负值的关系 那 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探讨 比如说 6 5 4 3 2 1 是不是值数呢 它不是值数 不过我们倒发现了2181074的值数 那123 456 1呢 是不是值数呢 也不是 那在我们看来有一些很奇怪的数字 1234567 我们可能认为它是值数 可是它却不是 是 那这个呢 可以让同学去 尝试一下 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 值数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哦 接下来同学可以练习看看 再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 JoJoBla的一些 危机分散 简单的应用 同样的呢 我们找出运算区 那在运算区这边呢 倒数第2个按钮 有所谓的档数 以及 积分 这属于不定积分 这属于函数的档数 我们可以试试看 s 是 平方 加2 s 减1 它的导数是什么呢 我们按一下 2s加2 2s加2 同样的呢 如果我们要求它的 积分呢 3分之1 s3次方 加s平方 减s 加c1 那在这边呢 老师啊 把这个东西啊 这个积分后啊 我们再把它微分回去 同学可以看到 同学可以看到 这是s平方 加2s 减1 又跟原来的一样 这里就可以看出啊 导数啊 跟积分之间的 有一个 相互间的关系 同学可以用这个啊 再多做一些练习 3s平方 加1 这样的导数 到底是多少 加以下 它的导数是6s 它导数是6s 那把6s呢 积回去呢 诶 它是3s平方 加c1 为什么会差一个常数项呢 主要是因为啊 如果我今天用的啊 我不用3s平方加1 我用 加3 我们试试看它的导数 各位可以看到 也是6s 或者是说 我今天用的是 3s平方 减5 然后我的导数 也是6x 也就是 6x 为什么它的积分 是3s平方加c 2呢 这个c2是一个常数 因为呢 这边就解释 可以看到说 代表 如果是3s平方 后面加上某个数字 它的导数啊 结果都是6s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在做 积分的时候 就不写数字 而是写一个常数c 那在这边呢 它写c2的原因是因为 前面已经出现了c1 这是系统 系统啊 自己给的 所以我们介绍到这里 同学可以练习看看 最后呢 我们介绍啊 常见一个三角板啊 它的使用 它可以用来啊 帮助我们啊 协助我们啊 学习啊 三角红素啊 以及特殊三角形啊 的一些啊 知识 首先 我们到文具店啊 买的三角板 通常会有这样的 两个三角板 在里面 这个呢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这个呢 是直角三角形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 同学 你用两角形 去量它的角度 它们分别是 30度 60度 90度 而 这个边长的关系啊 它的比啊 则是固定的 在这边所显示的 是 它边长的比值 也就是说 如果这边当作1 那么这个斜边就是2 那另外一个啊 另外第3个边啊 这个最后的第3个边啊 它的 比值啊 长度啊 就会相当于啊 根号3 所以我们常常讲 1比根号3比2 对应到30度角 60度角 90度角 而另外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呢 它则是90度 45度 45度的这样的三个 内角 从此呢 它这个三个边的比值啊 也就相当于 1比1 比上根号2 也就是 45度 所对应的边 它的比 它的长度如果为1的时候啊 那么90度所对的斜边 它的长度就相当于 根号2 关于这种 非常特殊情况的 这样的一个 直角三角形呢 同学呢 最好能够熟人 深巧 把它记住 那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们学习呢 三角函数就会有帮助呢 因为我们在三角函数里面 如果 我们定义好 我现在要看的角 是这一个角的话 那么 这时候 旁边这里就叫 连边 这里就叫斜边 这里就叫对边 因此 这时候如果以这个角度 为主 取sine值 sine的值 它是斜边分支对边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底值 来找出sine的值 譬如 如果这里是60度 斜边分支对边呢 就是2分支 分号3 也就是说 sine的60度 就是2分支 更好3 sine的60度 就等于2分支 更好3 那像cos呢 cos60度呢 cos值呢 它是斜边分支 0边 所以 所以cos60度呢 就是 2分支 1 cos60度就等于2分支 1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去 看到 sine的 45度呢 这是多少呢 请注意 要看这个角 斜边分支对边 角度所在的两边 就分别是斜边跟0边 请注意 0边对边呢 是随着 所要看的角不同 而有所不同 在角的这一边的边 叫做0边 那这时候要找sine值 就变成斜边分支对边 以 等腰直角三角形为例 而sine45度呢 就是斜边分支 对边 就是根号2分支1 sine45度就是根号2分支1 以上啊 是三角板 的一个使用 希望同学啊 能够多加运用 跟练习 其实这个软体在数学上 它蛮好用的 不过 我们平常教学 不太会去强调 我们都认为这些应该是 其他课程 像计算机概论 或者是电脑课程 或学生自己应该要去摸取 不过老师应该要尽量引入这些 这些软体来帮助学生学习 尤其像到了高纸 高纸的学生他本来 计算上就是比较容易出现困难的同学 那藉由电脑 电脑这样软体的使用 可以降低他 学习的压力 也可以提升他 因为有东西 让他操作 他就会觉得 比较有趣一点 不过 因为有些 有时候是受限于 场地跟设备 像我们学校 电脑教室的数量 也不可能让我们数学 每一节都来介入 我们其实 有些时候 困难上就是说老师要去熟悉这个软体 像 JJV 当初在 开发以及网络刚出现的时候 他当然是英文 所以在四五年前 比如说我个人刚接触的时候 我就要花一些时间 去思考他这个内容 要去做一些翻译 不过现在很方便 现在不但有 中文版的 JJV 他而且有很多教材 示范的案例 可以供我们参考 那像以色尔他其实 也可以做很多应用 这一次还没有去介绍一些有关统计方面的出行制作 不过那个都是 一两个案例就可以做操作 那 学生在学习上 在我过去 执行过来说 其实对他们来讲 减轻很多负担 减轻很多负担 尤其对一些真的计算有困难的学生 他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 画过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一个他能力上能够附和的一个计算 那可以对他在方程式上 理解方程式跟图形的关系 就会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 让他可以看到 这个图形 对应到这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出来的是这个图形 那他也比较不会害怕 那画错的话就是 就是 重来嘛 再重新划一次就好 同学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最后 谈到了 像其他教具的使用 我们也是一直在研究和开发 那今天 其实还有一大块 还有另外一块叫 就是用游戏的方式 那也是一种辅助的工具 那也希望说有机会的时候 我会再来 把他融入课程上 来作为一个教学上的 协助跟帮忙 让学生学习 比较有兴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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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